那么华林县议会虽然是以书面方式来质询 不过县议员也提出了包括像193县道路问题 道路安全兴建等等的建议 也请华林县政府能够多加用心共同来建设地方 在这个越美193的29K的一个地基问题 那其实这已经有好几年的一个问题了 一直都是我们的地基下线 然后道路的一个崩塌 那我想在工作探讨的时候 有跟邓处长来提出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尽速地把这个地基填稳来 当时邓处长你回答的是说 工程胜于土方才做一个回填 那在这里我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建议邓处长 我们现在有AC抛除的料呢 已经放没有位置 那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李秋旺议员也召开了几次的专案 希望能够有这个AC抛除的这个部分呢 能够有地方堆置 那我想是不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AC抛除的部分呢 是能够拿到我们193的这个29K的部分来做一个回填 我想这样呢也让地基呢更稳 更扎实 上个月呢我们的集团结婚刚好是在我们的理想来开记者会 那回塵的时候刚好呢县长的车就在我后面 那我就停下来请县长看一下 请了我们行县长看了县长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死角 那我们也建议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桥面来拉为稍微有一个弯曲 让我们的公车也好让我们的游览车也能够方便的转弯 他说如果我们这个因为它开挖的部分是1米6 那加上大概253万多的经费呢 合并起来可以把打到5米宽 那我想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高兴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5米宽的一个道路 就非常方便我们所有的基民的一个出入 其实那条道路如果打平了就 其实也有旁边的道路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5米道路打好了之后 其实对于我们出入的居民非常非常的安全 我们想如果像这样这么有教育性的骗子 在他们下挡之后 是不是请我们文化局或教育处 是不是能够接洽让这部电影 能够在我们的影视基地能够来播放 我想现在的长辈 其实他们都有免费乘车卡 是不是就让我们的长辈一日游 让我们的小朋友也有户外教学的时间 是不是能够让他们 借由这样的一个影片 或是有其他更好的影片 像我们警察局 有一些就是教育的这个季度的 这个毒品的部分的认识这些 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教育片的话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借由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 然后播放这些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复化教学 也能够带到这个地方来 也就没怎么读到